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八段 梁黄思想大纲的解析 我们前面讲了梁黄的思想 分成了佛菩萨的名号 跟四十个章节的颤文 那么四十个章节的颤文 我们把它归纳成为七个思想的要点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么我们七个要点 第一个 归命三宝 我们也讲过了 我们现在看第二段 礼拜忏悔 这个忏悔的思想 我们在前面这个忏悔西意 这篇文章里面讲得很详细了 我们就不多讲 前面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就是借着礼佛的作为 产生一个忏悔的作用 所以忏悔是内在的意涵 而礼拜是忏悔本身的一个作为 也就是礼拜就是一种忏悔的作为 所以这边说呢 因为忏悔因缘得除罪果报 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礼拜 由礼拜佛菩萨 来达成忏悔除罪的作用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 说我要忏悔 我今天忏悔忏悔干什么呢 我要消除我的恶业 来我们看这个 它的标准模式 就是所谓标准模式呢 就是在忏悔里面呢 出现过很多这样子的 类似的语句 就叫标准模式 就是忏悔的这个概念 比如第一条 说今日忏悔 怨起除灭 就我今天忏悔的希望 把这个罪业除掉 因今忏悔 静静无语啊 因为今天忏悔的 这个关系呢 所以呢 我的恶业清静 完全的没有任何的保留 没有留下了一点 完全的静除了 惭愧忏悔 怨静消灭 我很惭愧 我忏悔 希望消除掉所有的恶业 一切罪因苦果 怨其消灭 这都是这个意思 这个所谓标准模式就是这样 你看它这个文字少有不一样 可是它的意思呢 都很清楚 都是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这边举的四条 其实里面大量的这个语句都是如此 所以大家看到 当我们拜到梁皇宝上 看到类似的语句就知道 这就是忏悔的这个概念 我们看下面 这个思想说明就是说 怎么样呢 当然我们在忏悔戏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看梁文宝他怎么说的 罪从阴言胜 也从阴言灭 非之以忏悔 无由处理 这个我们就很熟悉了 我们前面也讲过 这个罪业的本质呢 我们说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呢 从我们从十二元来讲说 第一个就是由无名所生 第二个就是 业就是因缘性 第三个 业是我们的心 所以这边讲的因缘生 就是因缘性 就是因缘性 那么透过忏悔呢 加进了不同的因缘呢 所以把这个业消除 离开了业的细腹 第二 忏悔之力不可思议啊 忏悔的力量很大 可以消除掉无穷的恶业 所以由此忏法令诸行人 得安宁乐呢 因为我们忏悔 所以恶业消除得到安乐 得到安宁 好 因为前面忏悔戏讲了 我们就可以节省一点了 我们看下面 第三段 这个发菩提心 成佛种子慈悲相应 这个是 在修行佛道中间 这个菩萨道的思想 是佛法中间 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体系 不管是为事也好 般若中观也好 或者是如来藏思想也好 都有很丰富的 很多经典都提到了 这个菩萨道的修行的这个过程 有的经典从阶位讲 有的经典从修行 菩萨行的这个行为 六度万行来讲 很多形式 可是我们说整个菩萨行不出两个 圣身行跟广大行 什么是圣身行呢 圣身行就是空性 就是相应于真理的 相应于为事所现 相应于为心所造 相应于圆起 圣身行的 就是叫做圣身行 什么是广大行呢 广大行就是 六度 不失慈戒 忍辱精进 普及于利益于所有众生的 就是叫广大行 广大行中含有圣身行 圣身行建立在广大行当中而显现 所以呢 大制度论呢 它讲了很多的广大行 可是最后 它讲说三轮体空 就把所有的广大行呢 把它消解入这个圣身行里面 这是从大制度论的思想 来看这个菩萨道的思想 那么菩萨道的思想呢 它基本建立于菩提心的 作为起点 开展菩萨道 那么所以我们来看 在这个梁皇宝叉里面呢 也把发菩提心呢 作为我们忏悔的一个 重要的要点来 加进来 我们来看 这里面我们举了九条 我们看为什么要修菩萨行 说养学菩萨 修行之道 养学就是呢 这个菩萨的精神 是非常的崇高的 是我们呢 所敬仰的一个 一个大人之行 所以我们叫养学菩萨 修行之道 这个之道就是成佛之道 第二 一旦努力发菩提心 应该要努力 也就是应该要 好好的努力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唯一书发 不断发药 不断地常常发 书就是常常地发 怎么发呢 菩提心碰到了善之士 就能够发起药 有人告诉我们 怎么样地发这个菩提心 什么样的菩提心 叫做菩提心 那么发菩提心 要奇想 什么叫奇想 就是常常去观想 常常去在心里面去模拟 模拟这个菩提心的 这个情境 这个思维 这个道理 发菩提心呢 不舍于苦而度众生 那菩提心具体怎么样呢 就是虽然辛苦 可是呢 还是什么呢 不停地度众生 这就是菩提心 发菩提心 事不退还 虽然有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责难 很多的这种呢 这个障碍 可是呢 永世就是世愿 发愿绝对不退失 退失掉 离开我的菩提心 同样的第八就是呢 难堪难忍 事不宜苦固 退失今的大心呢 那为什么会退呢 因为难以忍耐 难以承受 叫难堪难忍呢 为什么呢 因为种种的痛苦 种种的障碍 使得我们的心呢 受到了很大的吹破 那个心发起来了 啪打掉了 啪起来打掉了 所以难堪难忍 可是也不退失 那么除了自己努力以外 还要请求三宝 家住射寿 帮助我 不要让我退失掉 这个菩提心 坚固不退 等等了 这九条呢 不过 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九条 都是告诉我们要 精进 勇猛 不懈 不退的 发菩提心 对不对 可是 有一个东西呢 我们还需要去了解 就是什么 到底菩提心 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 在这个地方呢 比较没有 再详细地去分析 有提到一点 可是没有分析得 非常的详细 我们呢 就另外找了其他的 这个资料呢 我们来补充下 菩提心的内涵 也就是在畅文里面呢 对菩提心的内涵 提到的比较简单 我们呢 把它 根据其他经典的资料 把它丰富一下 我们来看 菩提心的意涵 第一个我们讲到的时候 菩提心的意涵呢 在不同的经典 在整个藏经里面呢 我们可以发觉到 有两种菩提心的思考系统 可能呢 这个观点可能 很少人听过 第一种呢 以金刚经作为代表的 般若经典代表 第二个是如来藏经典 元月经 任元经代表的 等一下我们会 引用一段经文来看 他们是怎么说的 先把他的这个思想呢 先掌握以后 我们再来看经文 那么 般若经的菩提心的话呢 是以大悲心 宫空慧 般若空慧为主体 开展的菩提心 那么 元月经跟任元经呢 他们是以如来藏心 或叫真心 或叫真如心呢 所代表的 而开展的 如主体呢 就是这个叫做 如来藏心的真心 作为菩提心 那么 由真心或者是 大悲心跟波若空慧呢 他都行六度 都行六度 那么 由空慧 金刚经所讲的 行六度以后呢 他怎么样的 在实践他的菩提心 来行菩萨道呢 说度身而无能度所度 这是波若经讲的 在 如来藏经典讲的时候呢 他就不讲这个了 他讲到什么 叫 决心 纷纷地显发 无名 翻转 把这个无名 转换掉以后呢 把决心显发 这是他 实践 菩提心 开展 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一个 时区 那么最后呢 破无名 正法身 波若思想是 正波若空性 这两边又开始 慢慢结合 最后都正得无分别致 跟出地正法身 所以呢 在整个菩提心的 思想体系里面 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好 这是我们讲的 两种菩提心的意涵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两种菩提心 代表的经典意涵呢 我们来看 看它经典怎么说 第一个先看 波若经典 金刚经的说来说 金刚经的一开头 就须普提问佛 说云和安住云和降伏其心呢 佛就说 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若胎生若私生若化生 这是欲界的 若有色色界 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有 这无色者 这是广大心 我界令入无欲涅槃而灭度之 因为无欲涅槃是最殊胜的境界 所以叫第一欲心 这是属于大碑 这是属于大碑 广大型的部分 我们说金刚经广大型的部分 因为呢 对于所有的众生 做出殊胜的行为 让他们都入涅槃 所以是广大型 那么空会什么呢 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为什么呢 因为不以众生刚强难调难服 以为苦故呢 身退屈心呢 故约叫做常心 恒常或退失菩提心 刚刚我们讲不是说退失吗 然后不颠倒心何以故呢 虚不提 若菩萨有我像人像 众人像受得像 极非菩萨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大致力讲的说菩萨呢 他知道自己在梦中度众生 可是恒常度不休息 那么知道自己在梦中度众生 就没有个友情在 是菩萨在度众生吗 梦中没有真实的人吗 也没有所度的众生 就能度所度都不真实 所以这个叫不颠倒心 那个不颠倒心跟常心呢 它的背后是 是对于一切法空性的了达 所以是空会 所以这个世心呢 这是吴卓菩萨 把金刚经这一段 判成了世心 广大低心归设成大悲 常心不颠倒心归设成空会 所以大悲跟空会呢 就是菩提心 金刚经菩提心的这个意涵 好 这段我们讲 我们看下面呢 圆绝经这一段 人类眼睛这一段 这是属于菩提心的部分 第二个系统 就是如来藏思想的菩提心 宣传的原因就是说 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 名为原觉 这个原觉就指菩提心 为什么呢 流出一切 清净真如菩提 涅槃 及波罗密 教授菩萨 他流出了 这个原觉流出了这些什么呢 真如菩提 这都是清贱的法性 这都是原觉的别名 这个还是其实 我们再看下面 一切如来本起因地 什么叫如来本起因地呢 就是如来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他是修行什么呢 皆以原造清晰 这个原造觉 看到没有 原觉出来了 看到了吗 都是因为能够原造造了这个觉相 因为造了觉相 所以断除了无明的黑暗 于是成佛道 也就是说呢 觉性 这个原觉作为佛 在因地修行的一个依据 当他把这个原觉彻底的显发以后 就断除了无明 成了佛道 所以呢 这里面是以觉性的显巴 而成佛的 我们看 这段也是原觉经 我们就 神对我们不要看了 我们看任言经 时间有限 大家有信心自己会去看 说一切众生 从无死来生死相续 皆由不知 常驻真心 信尽明体 用诸妄想 持想不争 故有流转 所以呢 都是因为不知道 我们自己有一个常驻的真心 所以才流转生死 所以当我们知道了常驻真心以后 就不流转生死了 觉性显巴就不流转生死 所以呢 这个常驻真心 就是菩提心的别名 我们再看起心论 所愿法者为众生心 士心则舍 一切世间出世间法 一于此心显示魔何言 这个此心就是众生心 这个心就是什么 就是菩提心 何以故 士心正如向显示魔何言体故 士心生命运用显示魔何言体相应用故 一切诸佛本所成故 也就是说 这一个众生心的话呢 它显示了大乘的体相用 这个摩合眼就是大乘之法 大乘法 这个大乘法干什么 它有什么作用呢 一切诸佛本所成 什么叫本所成 本就是因地所行 在因地还没有成佛的时候 所借以成修行的内涵 就是这个众生心 那么佛已经成佛了 佛已经靠修行这个众生心而成佛了 一切菩萨皆成此法 此法就是这个众生心 道无来的地 一切菩萨要根据修行这个众生心而 到达如来的成佛之地 所以这个众生心就是菩提心的别名 依于这个众生心而成佛 依于这个众生心 佛已成佛 依于这个众生心 这个菩提心 一切菩萨依于此菩提众生心 而将要成佛 所以呢 圆觉经所讲的圆觉 论言经所讲的常驻真心 其信论所言讲的众生心 其实都是菩提心的别名 所有一切以成之佛 未成佛的菩萨 都依据这个菩提心 依据什么 这个圆觉 常驻真心 众生心而成佛 所以这就是菩提心的别名 所以可以看到 这是般若经典 以及如来藏经典 对于菩提心的不同的诠释 那么这个菩提心呢 怎么样的跟整个佛道座结合呢 下面有一张图表 可以看到下面是菩提心 菩提道菩提心 最后是菩提果 菩提心呢 我们这个是根据波若经来讲的 菩提心它的本质的主体呢 是大碑跟波若慧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 然后呢 在这个大碑跟波若慧的前面 这个出离心是开导 导引我们菩提心的开展 要我们出离生死轮回 方便呢 是我们呢 度众生的方便 所以一个前一个后 主体是波若空慧跟大碑心 由这个波若空慧跟大碑心呢 形成了五度 大碑出五度 波若为导 五度辅助 最后呢六度 形成了五十二菩萨的阶位 五种菩提 最后正在五分面 这个后的最后成佛菩提果 这就是整个菩提心的结构 好 因为刚刚讲到就是说 在梁黄宝灿里面呢 他只是强调我们要什么 勇猛 不屑 不退展 坚固我们的菩提心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再用几部经典呢 把菩提心的内涵 菩提心跟整个佛道的结构呢 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好 我们下面呢 我们讲 发源回向 因为这个菩提心 是临时加上去的 我昨天看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菩提心 好像太简单了一点 所以我就想到 以前的一些资料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意义的 所以我把它加进来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还 不知道有两个菩提心的结构 我们看第四段 这个发愿回向 我们来看这个标准模式 我们说发愿 这个愿 愿呢 我们说地藏菩萨本愿经 对不对啊 要师菩萨本愿经 我们都有这个本愿的思想 还有什么呢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本愿 对不对 这个愿呢 在佛教里面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思想理论 本者 本者就是在 凡夫 因地 行菩萨道的时候 叫本 愿呢 就是什么 就是你发愿要 修什么样的一个 行 成就什么样的一个果报 所以这个愿呢 就是一个方向 就是一个目的 是一个 你行菩萨道的一个 最后的结果 叫做愿 那么回向呢 就是把你所有做的这些功德呢 向你的愿呢 集中 你所做的这一些功德 就好像我们赚的钱啊 你要放在什么地方 我做什么事业一样的 所以回向呢 是要把我们所做 你就是 不施一个馒头给狗吃也好 你就是帮人家扫个地也好 你就念一句佛号也好 它总是一个功德嘛 那么这功德你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产生什么作用呢 都把它回向到你的愿去 叫做 是要发愿回向一起谈 发愿回向 梁文宝燦里面 发愿回向这个燦文我们来看看 它这个第一个标准模式说 生生世世 在在处处 都要发愿回向 我们等一下看它发什么愿意 什么回向 从今日去 至于菩提 从今日去 至于道场 得如所愿 满菩提愿 这里边 我们来看这四段 生生世世 这个从时间上讲 在在处处 从空间上讲 就是不管是什么时间 不管是什么地点 什么环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从今日去 至于菩提 至于道场是一样的 所以这二三是一个概念 什么呢 就是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成佛 至于菩提是成佛 至于道场就是成佛了 从今天开始到成佛之间 这就很清楚了 所以这是两个概念 第四个呢 是得如所愿 能够 如就是满足了 成就了我发的愿 满菩提 我什么愿呢 菩提愿 成佛之愿 所以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和谐 就是说呢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我成佛之中 不管是哪一生 哪一世 不管投胎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环境之下 我都什么呢 希望发愿 做成佛之事 然后把功德 回向到我成佛 利益众生之中 得如所愿 满菩提愿 这就很清楚了 所以生生世世 再再次处 从于今日 至于菩提 得如所愿 满菩提愿 这是标准模式 我们看下面的 怎么样的发愿 回向呢 我们来看 说在所深处 常不忘失 究竟无上菩提 成等证觉 干什么呢 不要忘掉 我要成佛 成就佛的无上智慧 成本正觉 第二 所有众愿 昔如十方诸大菩萨 所发是愿 所有众愿 昔如十方诸佛 本修行师 所发大愿 哎呀 这个类比 攀比一下 就很厉害了 地藏王菩萨 你要学 观音菩萨 你要学 像我们昨天讲 虚空菩萨 你要学 无边生菩萨 你要学 你要盖很多公寓 你要做房地产商 房地产商 比不上无边生菩萨 对不对 它是盖城市 它盖城市 对不对 这个不得了 这个无边生菩萨 这个功德不得了 它不只是造正 它造大城市 而且无量无边的大城市 清净的国土 所以它可以更迷 我不是说它 是娑婆世界的乐土吗 对不对 极乐世界 也不过就是像这样子 对不对 很多很多的城市 大城 清净的国土 我们要发愿 做地藏王菩萨 所以呢 大家以后 不要念观音菩萨 要念你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当观音菩萨 所以你要念你自己 有没有信心呢 没有信心啊 要有这个信心 我将来就要变成观音菩萨 我就要像地藏王菩萨一样 能够下到地里面去操把 救度这个苦难的众生 要有这样的信心 懂吧 要发愿啊 所以这边讲呢 所有众愿 如菩萨诸大菩萨 如十方之佛 修行是所发的大愿 我们要跟他们学啊 若多若少 若轻若重啊 细回事 世生六道一切众生 我们不管做了多少 我们都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一切的 六道一切众生 希望他们也能够离苦得乐 不像二臣 不像三有 同共回向 我的功德 不回向解脱生死 也不回向在世间得到福报 我一定要回向成佛 一切众生 所以不能得解脱者 皆有着欲果报 不能舍利 若有偏幅一毫之上 你能回向着 这一果报 不负生者 便得泄脱 惊叹修行回向 有大力 应发回向 坚劝不着一切果报 所以这段话讲 我们把它录得比较长 就是说明什么 我们修行会有很多的功德 可是我们不要执着 要把这个功德 回向出去给众生 那我们就不会爱着 能够舍离 舍离以后 这个功德就不会 把我们牵绊住 你看有的人 他拼命地赚钱 被这个赚钱给奴役了 对不对 赚了钱以后 他不用赚钱了 他又被给钱绑着 每天没生的数钞票 点他的金条 那不是被钱绑着了吗 被钱奴役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不要被钱绑着 不要被你的功德绑着 刚刚讲到 两种菩提心 我漏讲一小段 就是可能在很多的经典里面 他都只会提到一种 对吧 像在宗魅大师的禅元基督序 他里面有一段文字 他就是把这两种 合起来一起讲 那么他把 这个如来葬心 启信论所讲的重真心 任言经讲的长度真心 圆绝经讲的圆绝 作为根本 然后由这个长度真心 发起 发出了什么呢 大悲根剥弱会 听懂这个意思吗 这个宗魅大师 是这样子的分析这两种菩提 把这两种菩提 结合起来的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大家可以做参考 好 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因果业报 第五段 七个钢尼要义中间的第五段 就是在畅文里面 把这个众生的苦暴呢 恶意 视线出来 为什么要有这一段文字 畅文这么有文字的 就是怎么样 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 不见棺材不落泪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不跟他讲 可怕的结果 他不觉得害怕 他没有警惕心 对不对 他觉得无所谓 所以你跟他讲说 你不可以干坏事 你干坏事以后 你看你以后 会有很多很多可怕的果报 哎哟 太久了 不行了 这个结果不得了 提醒他 让他有警觉性 让他有恐惧心 他才不敢做坏事 这个因果业报的 这一段文字呢 他的用意就在于此 我们看下面的 标准模式说 以事因缘 顾获失罪 以事恶业 顾获失罪 重罪业报 顾获失罪 以事因缘 顾受此罪 此事华报 果在地狱 他就告诉你啊 你干了坏事 所以呢 得到什么什么什么果报 比如说 在这里面 他举了经常一段话 他说一个小沙咪呢 偷了寺院里面呢 什么 两个果子 藏在这个 这个 叶下 这样子 嗯 我走了 人家看不到 他藏在这个地方啊 对不对 两个芭蜡果啊 或是什么 什么奇异果 藏在这边 或者什么橘子 藏在这个叶下 就走了 偷了 好了 下辈子嘛 就这个两个叶下呢 就生了两个火 火轮呢 在叶下 就一直的烧 然后呢 就一直的 走到哪 就两个火在这边烧 所以他就讲了说 因为你偷了藏住 两个果子 放在这个叶下 所以你就 遭感什么呢 堕落轨道以后呢 这两个叶下 就是两个火轮在这边烧 以示意愿 顾获失罪啊 所以呢 你哪天头痛了 你就说哎呀 哪个叶报 来让我头痛了 哪天感冒了 你就是哪个叶报 来让我感冒了 以示意愿 顾获失罪啊 所以呢 你受人家打击了 你受了委屈了 以示意愿 顾获失罪 你欢喜承受 昨天的时候 还前天的时候 不是有个居士说 他哎呀 好像很多事情不顺利吗 我说没有关系啊 你了解什么呢 这是受报了 你在神圣的旅途中间的话 你有很多的不如意的话呢 你就知道说 因为你前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啊 所以今生受到了很多的委屈 受到很多的打击啊 不要怨恨别人 想想自己以前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呢 你就会 自己心里面很宽慰 哎呀 还好 我今天还承受得起 你起一种 赶快还债的心情呢 你就会比较舒缓 赶快还债呢 还要赶快修福报 赶快多修福报 多修智慧 我们传悟和尚呢 等一下要打禅戚哦 你们大家都来打禅戚哦 端坐念十相 是名真忏悔啊 禅戚我讲的 禅是真正的无声忏的本质啊 你们不能说 哎呀 七天我不行啊 我家里面很多事情啊 这个什么的 那我不知道你们这边 可不可以随喜的啊 那就随喜来吧 我们看下面 这个英国夜报的说明 说已不善业 所以堕落山途 悖利恶趣 为什么会堕山途 很简单 造恶业 果报连环 处无休息 贫富贵贱 随行所生 非有无因而忘照顾 这个果报呢 他是一直连续的 他不会停的 你苦了 哎呀 苦了 我休息一下 他也不会休息的 你是贫富 你是贵贱呢 随你所生 随你所受 一定有因而遭果 不可能无因遭果的 所以人家富贵 你不要羡慕 那是人家做的善业 你遭了贫困 打击 你也不要怨叹 是你前世一定干了恶业 你有这种心态 你就心里面能够平心 你就不会再做愚蠢的事 若不作义 云和得果 若有照应 果中不失 譬如影响 不得舍利 我们前面 在讲这个忏悔习也讲到了 这个业果 如影随形 中不失善 作善得善 作德 若不作义亦不得果 所以要忏悔者 无罪不灭 这边有一个出地狱 在忏悔里面 就有一段忏悔 就描述了 无间地狱 跟十八地狱的情境 告诉我们世间人 你要是干坏事 干多了以后 你就进到阿比玉 进到十八地狱里面 去受苦 受什么苦 就受这种苦 迪迪欲 刀出欲 飞杀欲 等等的 到羊童欲 那苦不堪言 你看到你都很可怕 何况说你深受其中 所以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 干什么呢 要勤修佛法 勤修功德 勤家忏悔 所以大家一定要常常地接近三宝 三宝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处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世间的那些 暂时的 你要是一直的执着 世间的什么 金钱啊 名誉的 亲人眷属啦 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 你不好好花点时间来学佛的话 时间一到 我们那边 有一个老菩萨 七十几岁的 师父啊 我来你这出家好不好啊 我也不要讲什么 我是说你还是在家好好修行吧 你在那养老了 你还来出家修行呢 不行了嘛 我就常常跟你讲 我有个徒弟 他五十几岁出家了 我就跟他训告 我说好 我说你不要看那二十几岁的年 比你小二十几岁 我说你二十几岁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你在干什么 你想想看 我就训我的徒弟啊 人家十几岁出家 你五十几岁出家 你不要以为你年纪比人家大一半 大一辈 你就一老卖老的了 人家的善跟福德比你强多少 各位居士听懂吗 我也是告诉你们啊 修行及早啊 知道吧 我说我是训徒弟 其实是指你们啊 开玩笑啊 不要介意 好 我们看下面的 这个神通感应的 这个神通感应的 没有专门一段话讲神通感应 可是 联光宝钗里面 处处都会讲到神通感应的这个思想 我们先看以后 我们再来分析这个问题 说神通不可思议 所以希望 诸佛菩萨 天人 仙人 受我 忏悔 祈愿 加持我 我们先看这个 忏文的说明 说以慈悲性 同家神力 就是呢 诸佛菩萨 用他 无边无境的慈悲 同体大平呢 用他的神力呢 给我加持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神通 智慧 出没 自在 这是赞美 佛菩萨 他们的神通跟智慧 能够自在运转 无所不在 第三个也是赞美这个佛菩萨 神智方便 能以一生做无量身 能以一行种种变现 能处一节为日 能言一日为一节 这个前面呢 一生做无量身 一行做种变现 这是从空间上讲 这个空间的转换呢 没有 没有障碍 可以自在地转换 下面呢 是从时间上 可以做 由长做短 由短延长 一节变为一日 一日变成一节 所以就说明了这个 时间空间的交互的转换呢 可以随心自在 而不能感通诸佛者 为之有也 就是这句话讲什么 就说 我们能够诚心的话 就能够感通佛 你不要担心 佛在哪里啊 我怎么看不到啊 他来了我才相信啊 你不要 你不要 齐祸 你就专心的 好好的 祈求佛菩萨 好好的用功 修行呢 佛菩萨一定会跟你感通 以佛神力 令诸众生 尽得解脱 佛的神通力 可以让我们呢 出离这个苦难 第六 唯愿必定来 施令得安乐 哎呀 祈愿 祝佛菩萨 一定要来 拯救我啊 让我得到安乐啊 离开痛苦啊 第七条说 以如是 无量 无边 自在 不可思议神力呢 不为本事 不为本愿 习以思议啊 说这个 诸佛菩萨的 这个神通啊 不可思议 我们没有办法 用我们凡夫的想法 去思考 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想 为什么 为什么 没办法想 没办法解释的 没有理由 他就是不可思议 而且他不为本事 他有誓愿 他一定要来救把我们的 第八 愿以不思议力 同家父父 所有诗愿 皆其成就啊 希望以不思议的力量呢 来加护我们 所有诗愿呢 都成就 白豪相光 照于十方 无量世界 地域休息 痛苦安 具体的举出来说呢 佛每一间的白豪呢 时时刻刻 照耀十方的无量世界 那么地域众生呢 受到了这个白豪光以后呢 就自然的 这个苦惧止息 痛苦消除 就说明了这个 佛的这个神通 不可思议啊 第十条 以神通力 灭除恶业 讲到我们忏悔啊 靠着佛菩萨的这个神通力啊 去除我们的恶业 这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是 佛菩萨 他既然这么慈悲 既然这么力量大 那我现在很痛苦 为什么我想 我想要干什么 为什么他不来 不来帮我呢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我来解释这个问题啊 我们先讲 有一首记子 叫做菩萨清凉月 由于必尽空 众生心水尽 菩提引现中 我们用这句话来解释这个问题啊 说菩萨 像很清凉的一个明月 在天空 由于必尽在这个虚空中间 在这个空性的宇宙 法界中间 性空的法界中间 诸佛菩萨 像月亮一样的 有一句话叫 千江游水千江月 所以只要游水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月的倒影 那问题是说呢 还有一个 众生心水尽 我们众生呢 每一个友情众生 我们的心就像我们一个水一样的 一碗水 一盆水 一个游泳池的水 一个湖的水 一个河的水 不管是河的水 湖的水 盆的水 碗的水 都可以 反正就一盆水 就能够现出这个月亮 就能够与诸佛菩萨感应 问题是 他这边讲到 心水必须要干净 要清净 要稳定 你在这边晃动 看不到月影 你丢了很多的杂志 你丢了很多的杂志 看不到月影 所以 这个心水尽 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要我们的心 能够清净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与诸佛菩萨感应 所以 这个神通 是普遍客观存在的 世界 怎么样的跟神通感应呢 就有赖我们 主观 有情 众生的心性的 亲近于佛了 这个就要靠 戒定会的力量 靠戒定会的力量 戒 戒呢 静除了 粗的污浊 定 静除了细的 浑浊 会 使得这个水 更加的沉浸 光明 所以呢 戒定会的力量 就是 能够 与 客观的 诸佛菩萨的神通 做接轨的一个 催化剂 他在我们 有情的心中 有 还是没有 他是一个 不是谁说 谁决定要给你 还是不要给你的事情 不是佛菩萨要给你 戒定会 还是不要给你 戒定会 也不是哪一个主师 哪一个师父 说给你戒定会 不是 是你自己 要不要按照佛法的方法去 运转你的生命 所以一切 还是超支在 自己 有没有戒定会 决定的 能不能够 跟佛菩萨感应 所以呢 他还是 他还是超支在我们自己 有戒定会 就能够与佛菩萨感应 没有戒定会 就感应 不成就 不是没有感应 是因缘不去除 我再举一个事件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富翁 他有像比尔盖茨 他有几百亿美金 巴菲特他们很喜欢做慈善事业 几百亿美金拿出来 记就记 他是不是能够把钱 分到每一个需要的人 不可能 他没有说一定要分给谁 对不对 只要需要就可以拿 对不对 问题是很多人需要 为什么拿不到 因缘不去除 对不对 很多人他拿不到 国家的因素 机构的因素 地区的因素 太多因素 使得很多需要钱的人 贫困的人 生病的人 他拿不到这个钱 为什么 因缘不去除 所以巴菲特比尔盖茨 他们的慈悲心 没有说一定要给谁 他没有 他是像佛菩萨一样 普世的 对不对 问题是说 你的因缘具不具除 这就是道理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不能怪佛菩萨 他说为什么他不来救我 为什么他不感应 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好 这个神通啊 能不能感应 我们解释完了 那你说 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我讲一个故事好了 水路法会的故事 你们参加过水路法会的举手啊 参加过内坛的举手 参加过内坛举高一点 参加过内坛的举高 十多个人 好 手放下 水路法会呢 它是有七八个坛场 同时的举行 那七八个坛场 其实它是在一个坛城 我们刚刚讲的道场 大家知道了 这个场域最清楚 它是在一个场域之内 它也要结界 它也要结界的 就是在这 这七八个道场 所修的不同的法 梁皇 内坛 法华坛 这个般若坛 华元坛 净土坛 七八个坛 朱金坛等等的 那么最核心的主要 就是这个内坛 还有梁皇 梁皇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内坛呢 什么是内坛的精神呢 就是请四圣 佛 菩萨 辟之佛 罗汉四圣嘛 对不对 六反 地狱恶鬼畜生 人天修罗 请四圣六反呢 吃大餐 就这么回事 就是水路那坛 听懂了吗 听懂了没有啊 所以以后人家 给你水路那坛干什么 就说贵宫寡子说的 我负责任 没问题 请四圣六反 吃大餐 这就是水路那坛的精神 听懂了吗 宴口也是很简单的话 请孤魂野鬼 吃大餐 一样嘛 你这样子就懂了嘛 大蒙山 跟宴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请孤魂野鬼 吃大餐嘛 就这个意思嘛 内坛也是一样嘛 当然他配合了 整个水路配合了 这个梁皇啊 还有租金的 各方面的 这个水路呢 其实也是宝志工 跟梁武帝他们一起做的 可能就是跟这个 就是吃事这个事情一见 可能一起 我没有很确定 就是 也是这个时代 梁武帝跟宝志工做的 那么 梁武帝后来呢 这个南北朝战乱很多 所以这个 不像我们现在 资讯这么发达 而且那个时候呢 这个战乱很多 所以这个水路呢 就失传了 只是大家知道 梁武帝那个时候 有拜过水路 可是呢 到了唐朝的时候呢 就找不到这个 就是佛教界里面 只知道有这个东西 不知道 这个水路的移轨在哪里的 也没有人做 没有听说 因为过了一两百年以后 就失传 不知道 只知道有这件事情 有一个阴禅师啊 这个禅师呢 他 这个道德很好 他每天晚上 不导弹坐禅 有一天 就忽然的 哎 他的那个禅房呢 就门都打开了 哇 就来了很多的 这个达官贵人啊 那个相貌也很堂皇啊 然后穿得也很好的 就进来了 就跪倒在 一屋子的都是人 他就问他 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会来这个地方 他就说 什么人呢 白起 你们知道白起什么人吗 听过白起的举手 王俭 张仪 庄襄王这些 这些都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你们听过举手 白起什么人 白起是秦朝 庄襄王的大将 秦国跟赵国打仗 把赵国四十万军人 俘虏 然后白起把他们活埋 全部活埋 你说罪业大不大 你在场上杀了四十万人 跟活埋的俘虏是不一样的 因为正常你杀我杀你 你公务不过我强 所以你被我杀你活该嘛 对不对 可是我投降了你把我全部都活埋了 这个罪业很重的啦 王俭也是秦朝的大将 庄襄王就是秦始皇的爸爸 这个张仪是什么 张仪就是破坏六国联合的 十六国呢 灭亡的 这个 这个说客 这些人就是在战争的 甲级战犯 听懂了吗 懂不懂这个意思啊 就是首号战争的罪犯 他们干了很多战争的恶事 懂不懂 像白起的话呢 坑赵族四十万人 你看看 这多少命啊 得了啊 阴禅师啊 他就说 哦 那你们来干什么 他说我们来求啊 禅师呢 超度我们 他说我怎么超度你们呢 他说你给我做水路法会 他说水路法会我是听过了 可是我没有这个仪轨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传务和尚 就是这个阴禅师坐这边就问了 问这些 这些地域里面来的众生啊 他说还有 我一问你们几个问题啊 这么多出家人 台湾有会空法师啊 法藏法 大安法师啊 还有我们三位讲堂什么 基什么 基层法师啊 什么的 你怎么去找他 你找我传务来呢 找阴禅师就问 他说因为呢 我们看到 袁乐王请你去给袁乐王奖金 所以我们认定 你一定是有修行者 要不然袁乐王 不会请你去奖金 好 这个我可以懂啊 你们找我是因为 袁乐王请我去奖金 这个我可以解 那么问题是说 那么 这个水路可以超度你们呢 为什么当初 梁王五帝也是普鉴超度啊 为什么没把你们超度起来 既然梁五帝不能超度你们 为什么我可以超度你们呢 梁五帝的时候 保持功力也是高升大的 比我的功夫还要高啊 这是不是一个要解答的问题啊 其实为什么找我 这个我了解 为什么保持功没有超度你们 他说 是的 当初梁五帝啊 跟保持功举行这个水路 参与的时候啊 无量的地狱恶鬼众生 都得到超把 对啊 为什么你们没有超把 因为我们罪业太重了 为什么我刚刚讲 因为假急战犯嘛 这个杀人的 这个杀的人太多了 这个罪业太重了 所以呢 不得超度啊 好了 那这个疑问也可以解决了啊 那 为什么找我 为什么当年没有超度 现在我可以超度好不好 这得到肯定 得到解答了 这个都合理了 对不对啊 问啊 你说我没有本质 我怎么超度你们呢 我不知道怎么做啊 他说有 他留着 比如说啊 在这个福建厦门普光寺 我们老和尚盖了普光寺 那边还有个本质 或者说我们在三位讲堂里面 祖母老和尚存了一个本质 留在那个地方 哦 那明天 我去三位讲堂问问看 那个 三位讲堂叫什么 祖父书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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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上面有讲 我自己讲的 这个人怎么出来的呢 他们怎么会 跑出来 这个地狱很深奥 跑出来 这是我猜想的 我讲个笑话 误写听之 你们听说过 监狱里面有那黑道老大 他有特权的 你懂我意思吧 这些都是黑道老大 比黑道老大还要大的 所以我想他们可能有些特权 而且他们地狱里面 待了几百年了以后 可能也跟这些鬼族 也搞好关系了 这开玩笑了 我们不去追究了 我们就是自己随便乱想了 反正他们出来了就是了 走了 于是这个阴禅寺 第二天就去找 他们说的那个道场 那个师傅 那个出家中的 问 奇怪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 就把昨天晚上 那个事情跟那个禅寺讲 两个人都感慨很深刻 就觉得这个水路 真的不可思议 于是两个人 两个禅寺都是很慈悲 很有智慧 就发心 号召了一些 深重的 很努力 很用心的 举办了一场 超度这个地狱里面 这个罪业深重的 这个地狱众生 举行法会 水路法会 当然一点如法如律 很好 都是高僧嘛 都被言罗王请去讲课的 这个不得了 完以后 印禅寺又在打坐 过两三天吧 后来哗 晚上又来一批 更多了 一来以后 也全部顶礼 很公共进行顶礼 他说你们 今天来干什么 他说我们来 跟禅师感谢 我们所有现在的 这些地狱众生 全部得到钞把 我们要投胎 转世了 所以来感谢禅师 向禅师告辞 要投胎了 处理了地狱的重苦难 所以各位 这个忏仪 这个忏法的功德 这个仪轨的功德 不可思议 那么 那你就 你就说 慧共法 那你怎么不学呢 其实我很想学 我很想学 没机会学 还有一个 真的这个力量很大以后 这个佛教界 也有个 很多东西 就会流病 所以很多人 学这个以后 来赚钱 就很麻烦 它就流成商业的模式了 这就有点点的 染污了 这个清净庄严 神圣的这个仪式 所以变得很多的 真正的 发心好心出家 他反而不愿意去 沾着这些东西 好像 我去应口去 要去赚钱 我钱水油 就是要赚钱 那我不学总可以吧 反而很多人不学了 那么 我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就是呢 要让我们大家知道 赚钱 他去赚他的钱 我们呢 需要我们的福报 需要我们的罪业 所以呢 他归他 我归我 这个 梁黄宝燦的功德 水路的功德 我们绝对地肯定 而且千赞叹 万赞叹 鼓励大家 多多参加 我们绝对不要怀疑 这个燦的 这个功德 这个佛门仪轨的功德 要多多地参加 要长长地 去努力地去休息 好 保持人的功德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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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